第四期工程我们主要认证的是要在月球南极建立一个月球科研站 同时后面载人登月也已经提上日程了 我们中国的科学界,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也认证如何实现载人登月 我想我们的月球科研站在南极能够实施 那么我们的载人登月也不会太远 因为这个月球南极的科研站建设中国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中国提出的月球南极建科研站的主要考虑是 月球南极有可能像地球一样的南极、北极 它存在极昼或极业的现象 也就是月球本身它自转周期等于它的公转周期 也就是28天一个周期 所以它在上面转得很快 那么月球南极就是有可能在这个连续180多天都会存在光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资源 所以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自然资源 而且这地方有可能能够找到水 这是科学家判断 字幕志愿者 师傅 这是科学家发展的地点 然后是科学家的水 证据